好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例次 这道题呢计算量就比较大了 你自己呢先独立完成一下试一下 好吧 把视频算评 来 我们对一下答案 正方体六个面展开如图所示 A B C D E F 分别来表示它的六个面 以至A等于这么多 C等于这么多 B等于二分第一C-A E等于B-2C 我觉得你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吧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B 还有这个E 是不是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计算量呢确实有点大 先说一下这个B 它等于二分之一的C-A C和A是不是都在这了 我们来先慢慢算一下 C-A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我们直接来解一下 好吧 3X方是不是得去减X方 那剩什么呢 2X方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解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加减宣言法那样来减一下 C-A 这方是不是有个-2XY--4XY 注意啊 符号不要错 这儿如果减法错的话 肯定就是符号 -2XY--4XY 是不是就是加4XY了 那应该什么呢 加2XY 对吧 然后这儿呢又很容易错 是个-Y的方 -3Y的方 应该是什么呢 -4Y的方 题目说这个B啊 等于这个玩的一半 是吧 那有没有发现 我们就可以把B算出来了 B应该等于什么呢 X方 这个玩的一半 就是X的方 加上XY 再减去一个 2Y的平方 对吧 2Y的平方 好 它如果出来了 我觉得那个E呢 是不是也可以出来 E它说是等于B-2C 这次呢 我们来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式子啊 X的方 加XY 减2Y的平方 减去2C 那就减多少啊 减6X的平方 对吧 得加上4XY 然后再加上2Y的平方 又要注意变号 因为发现它出题 基本上套路都一致的 它往往爱考什么法 是不是考减法 加法不用变符号 那不太容易错 所以呢 减法考的特别多 好 我们来合并一下 等于一个什么呢 X方减6X方 是不是应该是个 -5X的平方了 对吧 加XY 加4XY 就加上一个5XY 减2Y的方 加2Y的方 怎么着呢 消了 没有了 是吧 好 这样导致我们 求出来 E 是不是等于这样一个玩了 嗯 那停不下我们干什么呢 他说若正方体相对两个面上的多项式的和相等 求D和F分别是多少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相对上的面上的和相等了 嗯 你首先得明白 就到底哪个和哪个是相对的面 是吧 嗯 我估计有同学在家做这个题呢 还做了个试验 你是不是给它剪下来了 然后怎么拼了一下 终于搞明白了 其实呢 这种侧面展开图的啊 近几年考的还是特别多的 你现在要培养这种空间想象能力 一般来说我会定这个面为下 我先定一个面为下 然后呢 你想象一下把它立起来 立起来 立起来 立起来以后 分别都是哪个面啊 我们是上下左右前后 是不是这样六个面 嗯 这个如果立起来 你知道这个面应该是什么吗 是不是应该是左呀 嗯 这个面立起来 它就是什么呢 右 这个面立起来 它是不是应该是前 这个面立起来 它就是后 剩下那个是不是就只能是上了 嗯 这样导致我们是不是就知道 谁和谁是相对的了 嗯 题目现在要求的是D和F D和谁对的呢 来看一下D D是我们的前 它应该跟后对的 是不是应该跟B对的呀 嗯 F是我们的右 对吧 嗯 它应该和左对的 它是不是应该和E对的 那我们怎么来求这个呢 说相对的面上的和相等 你必须得先知道这个和是多少吧 嗯 这个和 我们的D对着B F对着E 谁和谁对着还没有出来 AC AC是不是对的 A和C是相对的 那导致我们在这应该干一件什么事呢 你是不是应该先求一下A加C等于多少 对吧 对 好 A加C我们来看一下啊 回到这个地方 如果是要求A加C的话 A加上C应该等于这两个是不是就直接加呀 嗯 几X方呢 4X方减去一个什么呢 6XY 然后再加上一个2Y的平方 对吧 加上一个2Y的平方 这是我们的和吧 然后分别去求谁和谁啊 去求我们的E和 呃 求我们的F和什么呀 D F和D 来先说D吧 D应该等于 还记得D和B对应的吗 嗯 那我们应该用这个玩儿怎么着一个B呢 减B 是不是减去一个B啊 直接用它减它是吧 嗯 来直接出来吧 4X方减X方应该是3X的方 负6XY减去一个XY 是不是就是负7XY了 然后有一个2Y的方减负2Y的方 它应该是什么呢 4Y的方 好 加上一个4Y的平方 这样我们的D 是不是就已经求出来了 嗯 F 是不是就用这个东西去减E了 嗯 对吧 这个减E看一下 4X方减去负5X方应该等于什么呢 9 9 9X的方 负6XY减去一个 5XY 是不是就是负11XY 对吧 嗯 2Y方没得减 照超越变 加2Y的平方 这样我们的F 是不是也求出来了 嗯 无非是计算量大一点啊 初一 我一直强调的是 拼的是计算 嗯 你如果计算特别无敌 其中期末考试 基本上不会考得很烂 没准就是什么 班里第一啊 或者是年纪低啊 等等等等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 计算上面加强啊 我们现在强度越来越大了 我不会再像暑假那样 给同学们慢慢的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你要尽量跟上我们这个节奏 所以有时候呢 你需要提前预期 好吧 那这个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会认为了 我会认为了 我会认为了